好 感謝主 我和阿賢都要來分享感恩 雖然分享過 我都要再跟大家去分享 我在神的裏面 很多年前 神給我一個夢想 就是成為一個心理學家 但當我畢業出來做事 做老師之後 因著工作 照顧家庭 我放下這個夢想 而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堕囊 甚至覺得自己的生命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好了 輕輕鬆鬆就好了 不要那麼辛苦 但神在這幾年很大的擴張我的生命 經常感動我 叫我去更多嘗試 而恩著我對人有一個很深的熱情 很想認識人更多 幫助人 所以在過去去年的九月 我就想要決定 接下來很想全職讀一個 心理學碩士的課程 我記得在今年一月開始 我去報名 整個過程都很不容易 因為要讀心理學碩士 競爭是很大的 我經常覺得自己沒有信心 學校都不會選我 但其實神在去年的九月 已經親自跟我說話 我還記得九月的一天早上 我乘地鐵回教會後 看到HKU的站 我就向神說 神在在下年的九月 我會否還在這裡讀書 神就問神 我可以給我一個印證 很奇妙地 那天完結 我和阿賢一起回家 誰知他繞錯路 在路途中 我還和阿賢在討論讀書的問題 就是在說接下來我去哪裡讀書 就在那一刻 當我向窗外望的時候 我們正正經過HKU的門口 原來神的心意一早已經向我顯明 在這個過程中 不容易 特別在四十天禁食討告裡 我緊緊地依靠神 在這件事上緊緊 當我交表去HKU的時候 我就不肯走 偷偷地在部門圍繞幾個圈 然後就要宣告我接下來要成為那裡的學生 四十天禁食討告期間 我們一有空 結束了教會 前前後後都要去HKU舉手討告 無論我去哪裡 只要我看到HKU 我都要舉手宣告我接下來九月去那裡讀書 你猜一下神會否聽我祈禱 神真的很好 真的聽我祈禱 當我信心不足的時候 有一次神叫我 要看回611以斯貼記的故事的繪本 神要告訴我 我就要像以斯貼一樣 他帶領猶大人去得勝 從反敗為勝 然後神讓我看到 打開這本繪本 第一句就看到張牧師師母說 教育對人的生命很重要 家庭教育對人的生命更加重要 我就知道神跟我說說話 而在這四十天禁食中 神真的給我神職 首先我得到PolyU的取錄 然後在May那天 我甚至收到HKU教育心理系的取錄 我接下來可以成為一個 兩年全職的學生 很感謝主 我知道神在這段時間 在鼓勵我 但其實哪一個都在鼓勵我 其實是我老公 當我看到我老公 願意突破他生命的限制和軟弱 都要追求他的夢想的時候 我覺得我也不要躲爛 我也要快跑跟隨神 我也要去跟上 所以我也很想這樣去突破自己 而接下來九月我將要離開 我已經工作了十八年的學校 我將會成為全職學生 我沒有工作也沒有薪金 但當我這樣跟我的丈夫提出的時候 阿賢是沒有想過 她就傳言去支持我 所以我很感恩阿賢 她生命突破並且很愛我 所以我願意神繼續使用我 接下來在教育界裡 我要繼續服侍神去達成我的夢想 感謝主 大家好,我是阿賢 我工作受疫症有很大的影響 在過去兩年裡我停工了四次 其實現在也在停工當中 收入也是大減 但我感謝神 在這兩年裡 其實我心裡都覺得很平安 在過去幾個月裡 由於疫症關係 我經常都留在家裡 跟家人有很多時間去相處 有很多未好的時間 最開心的是在這段時間裡 我太太竟然愛上了我的興趣 就是健身 我們每天到家裡一起鍛鍊 每天都很快樂、輕鬆地度過 很感謝神讓我過了一個 很愉快的疫症假期 在過去四十天禁食之後 我收到好消息 就是我公司經歷了停工一百三十多天之後 在五月初就可以正式復工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 很感謝神讓我在疫症裡 我不會覺得害怕 也感謝神透過過去兩年的疫症 這個時間去鍛鍊我 讓我更加勇氣去面對我日後的挑戰 我現在不會再被捲入問題的漩渦裡 我真真正正可以站在問題的之上 很感謝神 就算面對以後的問題 我也可以站得穩 我知道這個感覺是從天國而來的平靜安穩 現在張榮耀還贊到居比神 阿貝 哈利路亞 感謝主 請Vicky 很感恩 其實我是禁食第一天確診 其實神好像是一個星期前 已經跟我說我會確診 因為其實之前也很害怕 因為真的很害怕確診 但是在3月14日那天 我前一天已經知道自己中了 然後3月14日收到 就說真的中了 但是很感恩在那段期間 我完全沒有… 真的沒有甚麼症狀 只是睡覺 真是叫躺平 所以神讓我在禁食裡 真是叫躺平 在這段40天裡 神告訴我 每一個人都要對自己的生命 去呈現出來 在這段期間 神真的清洗了我自己 要我自己去面對他 讓我真的在這段時間 我可以去跟他近貼 近真的去… 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 也看到自己有很多恐懼 但是神告訴我 透過很多老師 透過我的祖長 透過一些熟靈的長輩 告訴我 其實我要怎樣去站出來 神給我… 我一向最怕是先知 要先知討告 或者什麼 但是神又讓我進入了一個守望 要在一個角度的討告網裡 一起去討告 一起為香港守望 所以令我更加去對神的話語 更加去確定 而不是再去懷疑 也感恩就是神給我在這段時間 我可以由63磅到現在59磅 是真的很感恩 而且每一早上 我現在六時會和姐妹一起去行山 五時多我自動會起床 其實我以前覺得自己不行 但是每天去行山的時候 當我上山看到神的創造 看到很多每天 原來那棵樹由綠色到黃色 去到變化 其實上底真的有很大的創造 讓我可以由藍田山走到將軍澳 我也沒有覺得累 反而整天是很精神 而且整個身體變得更好 我真的除了… 你說那些後遺症 其實我真的沒甚麼 所以真的是上帝的保守 很感謝主 也感謝主 我們在經濟上也無缺 感謝主 來,祢祢 感謝贊美主 大家好,我是Margaret 大家好,我是Theresa 我很感謝主 在這三月份 疫情最嚴重的那段時間 我老爺有一天去到外面 他不小心跌倒 跌倒在地上一段時間 是膊頭… 老爺是多少歲 我老爺是八十多歲 他跌倒的時候 是膊頭落地 變成他脫了膠 以及骨裂了 因為他沒有打針 老爺家多病 大家都不敢跟他打針 所以他沒有打針 所以他看醫生的時候 就去私家醫生看 私家醫生就照了X肝 然後也說他裂了 要開一個這麼長的刀 又安一個輔助支架進去 不是換了 不是… 他要安一個輔助支架進去幫他 他看中醫師 中醫師幫他托上膠 檢查員也說要做手術 但預約時間去醫院做手術的時候 醫生就說他中了招 即檢查後是中了招 就是中了COVA 所以不可以做手術 應該是沒有醫院接收他 對,其實我想是神安排 那天我先生也中了招 其實有一件事好 就是我兩個老人家 八十多歲的老人家 一個跌斷了手 我婆婆又跌倒了 又跌倒了…不是跌倒了 是跌倒了膠 變成她又要坐著 兩個人是無法動的 沒有人可以照顧他們 唯有我先生中了招 可以跟他們一起… 對,住在一起 去照顧他們 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覺得中得好 大家同一天可以中招 檢查我婆婆 我婆婆也中了 所以就安排了我先生 一起去照顧他們 有些事情很奇妙 因為如果我先生不是中了招 不知道要找誰去照顧他們 然後… 過了兩個星期之後 再預約醫院 預約要他做手術 再做手術 因為我們自己做快測的時候 是沒事的 已經是正常的 但到了醫院再檢查 核酸檢查的時候 他仍然是有菌 他仍然聽到,做不到手術 已經兩個星期都做不到手術 兩次預約了都做不到手術 我們覺得這件事 是否有些事情要整定 是否有些事情要安排 大家都有討告 我們之後… 我記得星期日晚 某一個星期日晚 我們就為了這件事去討告 在Zoom上 我跟Therisa和另一位姊妹 她不是在香港 我們也用零去討告 討告後,那位姊妹 我看見Seman 即是水泥 即是甚麼 她說她很肯定地說 你老爺沒事的 我也覺得很震驚 我們倆都很震驚 這件事很震驚 然後星期一就去看一部… 然後我們再過一個星期 確保她完全沒有事、沒有確診 然後我們覺得 不如再找一個醫生 他們就… 原本之前去私家醫院 是因為怕她去政府醫院時 有多菌 就會再確診 現在已經確診了 那就不用怕了 因為手術其實不便宜 有20萬的手術 然後我們再去政府醫院 再排政府醫院看 去政府醫院立刻急症 然後訂了時間 檢查完之後 醫生說她復合得很好 沒有需要做手術 我們真的覺得很神奇 三個星期 由醫生說要做手術 一定要做手術 見了兩個醫生 都說要做手術 但到三個星期之後 是說不需要做手術 現在復合得很好 因為我們也很害怕 80多歲的老人家 怎樣捱那一刀 其實也很害怕她捱不住 而且她的康復也會很長時間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很感恩 我有看過… Triza有發了一些照片給我看 X-ray照片 也挺嚴重的 是裂了嗎 裂了嗎 裂了嗎 骨裂了嗎 理性上我們覺得 不做可以嗎 但頭膚圖其實真的要做 但在中疫情下 中疫情下其實是一個祝福 對她來說 對,她老公中疫情下 也是一個祝福 可以接觸到兩個人家 對,可以接觸到兩個人家 我們在旁觀者 看看整個故事 覺得是神的帶領 Amen 好,到我分享 我星期五晚也有分享過 跟Emily一樣 我再分享一下 我把握時間也要看稿 對,我在單身家庭長大 其實也帶給我很多傷痛和包袱 我幾年前 在6月1日也做過 兩次的心切治療 分別兩個組長和我做 加起來十個小時 真的哭得都瘋了 我原諒了地上的爸爸 但每次祈禱 或者在崇拜講天父或者爸爸 我都覺得很陌生 我也沒辦法拉近距離 最近因為牧師中了COVID 所以我聽了張牧師的那堂道 那堂道對我有很大的感受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勾起了很多傷痛 對,你中了COVID 我才能聽到那堂道 然後我跟敬眼牧師溝通 然後他幫我祈禱 他也跟另一位姐妹溝通 他建議我看一本書 關於醫治 因為當時COVID也嚴重 很難約出來做些甚麼 我看了那本書 其實挺感動的 因為那本書裡 我每天禁食之前看一星期 我看到這本書 所以我對禁食討告挺很期待 因為我以前過往 6月1日禁止託告 我沒有一次完成 我還是爛尾了 所以我在很期待的心情裡 我第一天早上 我靜下來時,我問神一些問題 我問完神,他親自回應我 他說我現在要完全醫治你 我那一刻很確定,神真的醫治了我 在那一刻之後 我真的可以每一分鐘可以跟神聊天 我覺得很奇妙 因為我平時一出門 就會帶電話號碼去看YouTube 或者聽錄音等各方面 我那天出門後 我一直聊天,聊到尖沙咀 跟神聊天,聊到尖沙咀 沒有帶電話號碼 也聊了九個字 我覺得很神奇 他臨在我的身上 還有之後… 隔了幾天,禁止託告後的幾天 我再看那本書 但我看的時候,我好像沒甚麼感覺 一邊揭,一邊揭,一邊揭的時候 神跟我說 你不再需要這些工具書 我確認一次,你真的完全醫治 好,很感謝主張 一齊榮耀重賺歸比 爸爸添付